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方今天採取了行動 拘捕了一批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活躍分子 涉嫌人士是圖謀以一個歹毒的計劃 去癱瘓特區政府 他們是圖謀通過一個所謂35家 以及攬炒十部曲的計劃 希望通過他們自己協定的初選 取得了35或以上的立法會議席之後 不顧一切 只是一心否決特區政府的財政預算案 令特首下台 令特區政府停擺 在攬炒十部曲裡面講到會議大規模的街頭暴動 加上其他手段令到香港陷入停頓令到香港癱瘓 達至真正攬炒 亦都準備共同跳崖 如果這個歹毒的計劃得逞的話 香港社會包括經濟 民生整體上面 都會受到極嚴重的衝擊和破壞 而香港亦都可能要再經歷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 所產生對香港的災難是難以估計的 所以今天警方的行動是必要的 以及必須的 我留意到今天有些反對派的議員 抹黑今天的拘捕為所謂政治打壓等等 我希望他們不要再在這裡 抹黑今天的警方的拘捕和處理 因為這個是一個依法辦事的處理 而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們當日做這個初選 目的其次鮮明 就是要癱瘓特區政府的運作 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所以這個是不能夠抵賴 大家是看得很清楚他們的意圖 所以我講得很清楚 不要抹黑今天的警方拘捕的行動 按旁邊小鈴鐺給我們點贊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